主料,猪板油1500克,清水200毫升,主料,盐一勺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猪板油洗净切成小块,然后再反复清洗地面,接着再浸泡半个小时,取出,再次清洗干净,倒入锅内,加入一碗清水和一勺盐,大火烧开,这中火然后要不断翻拌,看见开始冒油了赶紧干小火, 就这样了吧,中间还要不断翻拌,以免鼓起,看见图没有,如果想用肉渣做包子类的食物,在这个状态就可以取出了,接着再熬,熬到肉渣成图状态就可以了,然后放凉,装盘,冷擦,烹饪技巧,不语,猪板油买回来,要多清洗浸泡几次,这样比较干净,加点水和少许盐, 调出的商品色得很漂亮,开锅开始冒油时候,一定要记住用小火慢熬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